8月21日至22日,为期两天的2024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州国际青年大赛,即中国东盟青年电竞大赛,在贵州省贵阳市贵阳新区举办。 本次大赛以数字教育未来以来为主题,从前期筹划到正式进入决赛,吸引了泰国、文莱、越南、马来西亚等国家的300余名青年报名参赛。 经过激烈角逐,来自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电竞选手组成四支实力强劲的战队,进入最终的冠军争夺。 这个青年参与,他们使用同样的这么一个游戏终端,在一个平台里面进行操作。 组队比赛由为考验中国和东盟国家选手之间出色的反应速度,准确的操作技巧,以及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。 来自贵阳市新华电脑中等职业学校的选手孙楚涵敢言,此次与两名文莱青年组队比赛。 虽然彼此语言不通,但双方在游戏中配合默契,比赛打得很愉快。 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是很流畅,但是通过游戏中的信号,语言各方面,这种潜移默化和默契度会提升。 我们一起分享了对每个英雄和对这个游戏各个方面的见解,达成了共识,使我们的友谊更进一步。 日中电竞游戏的马来西亚青年许一培和张伟明,此次专程来到贵州参加组队的决赛。 通过两天的赛事联动,两人与初识的中国队友友情迅速升温,团队不仅拿下了决赛冠军,两国青年之间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。 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光,因为有被队友带飞灯,结果他们都蛮厉害的。 就觉得通过这个游戏我们能够互相了解在战场上,就是看他们怎样去沟通跟队友,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满目出来的起源。 我觉得游戏算是全球人一个共同的符号吧,这个无关双方的背景啊、语言啊之类的。 就通过游戏之间的相互配合啊,之间获得的认同感、成就感之类的,我们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,也变得有更多话题一起说。 许一培敢言,电竞游戏如今风靡全球,通过这一社交载体,各国青年玩家除了在线上收获友谊,也增进了对不同国家多元文化的深层了解。 就在马来西亚玩忙走人的时候,有时候总会开麦嘛,和队友交流之类的,也从这个游戏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,就通过教堂,玩这游戏闲聊的时候,我们总会分享一些小小的什么日常啊。 就拿贵州来举例吧,我曾经在游戏认识过贵州的朋友,然后通过闲聊他,一直力推我尝试他们的折耳根,所以通过这次的机会来到贵州,我觉得我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去尝试一下,折耳根为什么贵州人那么喜欢折耳根。